6月28号 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德国波安举行 预计将有191个国家千余名代表出席本次大会 大会将审议38个提名项目 我国今年提交的是由湖北 贵州 湖南三省联合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 三处遗址分布于多民族聚居的乡厄前交界地区 是现存具有大型规模 完整格局 丰富遗存的土司城遗址 土司遗址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人民智慧和记忆的见证 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发展的见证 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在6月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 给出了推荐列入的建议 最终评选结果预计在7月初揭晓 6月28日 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德国波恩举行 预计将有191个国家 签余名代表出席本次大会 大会将审议38个提名项目 我国今年提交的是由湖北 贵州 湖南三省联合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 三处遗址分布于多民族聚居的湘厄前交界地区 市现存具有大型规模 完整格局 丰富遗存的土司城遗址 土司遗址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人民智慧和记忆的见证 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发展的见证 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 在6月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 给出了推荐列入的建议 最终评选结果预计在7月初揭晓